那么对于一个乳腺病人 除了局部的处理以后 我们最常见的乳腺的病发症 恐怕就是最容易转移的三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什么 骨转移 第二个就是肺转移 第三个就是肝转移 那么脑转移相对少一点 那么对于一个乳腺的病人 做骨扫描肯定是必要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么乳腺癌的处理 除了对局部的处理以外 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远处的转移 那么远处的转移最耗发的三个部位 无非是肺转移 肝转移和骨转移 所以我们对一个乳腺癌病人 不管你是术前也好 术后也好 那么在出诊的时候 肯定要做骨扫描 来排除一下是否有骨转移 那么做完骨转移以后 涉及到个以后 就是那么半年以后 每一年以后 两年以后 甚至五年以后 需要不需要做骨扫描 那么这个情况 我们就做骨扫描 不作为一种常规的去检查 除非病人有自觉症状 比如说腰部疼痛 骨痛 或是关节痛等等 我们做骨扫描是必要的 除此之外 我们骨扫描没有作为一种常规的检查 只是在病人有了症状时候 我们必须要做骨扫描 因为骨转移是乳腺炎病人 最常见的病发症之一 所以在我们临床的工作中 我们有好多病人过来就诊的时候 问需要不要过骨转移 我们就是这样处理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